我们将于5月17日庆祝第50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今年,我们将重点关注,输小标准化差距 作为联合国负责信息通信技术的专门机构 估计电点使命的一个基本支柱就是制定标准 您想上网,在电视上观看体育赛事 在汽车里设定广播,或者在智能手机上看视频 估计电点制定标准使之成为可能 即将到来的5G标准,特别是在与人工智能结合之后 将支持一系列我们将很快视为理所当然的新应用 从自动驾驶汽车到更为安全的智慧程式 国际电点的标准能够确保互操作性 有利于开拓全球市场并刺激创新和增长 发达国家和发展的国家均可因此设益 因而这将有助于加速利用信息通信技术 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向国际电点成员国,行业成员,大小工资和中小企业,学社界以及联合国紫密机构 我们的合作伙伴及所有利益相关方发出呼吁 请大家支持国际电点开展的缩小标准和差距项目 为实现所有人的繁荣、福祉而天钻加瓦 谢谢各位